中普塞林凱涵有感到新冠危险疫情 每天的核精索一直增加 但是萧峰人员以往建设公委收货名传 特别前送家伙众教第一大队 100万平安家 大队长吃饮店 尝诺的感谢林凱涵的爱心 和当人也感受到社会的温暖 但任期萧峰队长的议长中美达 知道消息日后 决定感到送家伙众教来华欣的当人 一个人结婚平安家 让平安对着消防教 也和家伙众病安导会之破的疫情 阿燕斯也是我们义务特殊队的一个 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后勤的一个干部 那他这次的一个散举 就是针对于鸭肉羹的部分 然后我们针对我们消防人员 然后给予相对的一个后勤资源 那在这边非常的一个感谢与感动 今天非常感谢阿燕斯 在这疫情当中很不幸 所以我们的医生总队总监事 陪众媒介来给我们消防人员 做一个慰问 非常感谢阿燕斯 在这疫情当中很不幸 所以我们本身的这个 我们的医生 主由阿燕斯 做这个平安家来慰绕 但他看来说这样 不可以整个 让阿燕斯来 给我们出钱 就出力 所以我们总队长 他很好意 就说由总队来出钱 拜托阿燕斯 都来煮这个平安家来慰绕 前线所有的这些经销轮延 这个呢 我感觉吃这个平安家后来 不但 让我们所有的经销人员 医消人员可以带来平安 也甚至可以让我们家医官的疫情 带来平安 煮一个这个喜气鸡 也说平安鸡 来慰绕大家 让他们吃吃的 服务的话 又能够帮助身体 让他们没有办法染疫 这个有免疫系统的啦 因为阿燕斯的 都特别还有家庭的 希望吃了呢 身体健康 我们免疫系统提升 慰问大家 希望大家继续努力 继续辛苦 谢谢 医消总队一楼 为第三大队到第二大队本上 当然欢喜地说 少少的家 感受到总队兜 万万的爱心和关怀 消防局长陆秦海说 人甘处处有温情 阿燕斯的行李 受到这段疫情的影响 已经出销了很多办法华东 但是他幽怨 没有不及立会去社会 为当人担来 米米的鸡汤 也希望疫情 可以早日退散 让大家会后正常的生活 相信先本 中来行 嘉义官 彩虹报登 各位家长小朋友 大家好 我是美三香的 卫生所主任 曾文宏医师 5月2日 6到11岁的 莫德纳疫苗 要开打楼 打疫苗可以保护自己 保护家人 保护学校的同学 减少被感染的机会 打针的时候 会有一点点痛 其实真正的痛啊 那时间不到一秒 大部分都是害怕 含恐惧带来的痛 打疫苗之前 深呼吸 不要看打针的地方 想想看你想要保护的 好朋友 家人 和自己 我们医生 和护理师都会在你旁边 一下子就过去了 打完之后 可能会有短暂的 发烧 疼痛 多喝水 多休息 大部分的反应 一两天之内 就会改善 如果发烧超过两天 会有横喘 全身起红疹的症状 那进出看医师来 提醒原因 那另外提醒哦 少于一万分之一的人 可能有心肌炎 或心包膜炎的风险 疫苗接种之后呢 发生心肌炎或心包膜炎的 临床愈后 大多是良好的 所以不用太担心 打完针一个月之内 如果有爬要踢喘 或胸门胸痛的状况 请找医师 请以下原因哦 要来再打疫苗哦